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之前有網友提議做洋蔥湯 其實我也拖了很久,今天做了 今天分享一個法式洋蔥湯 其實很簡單,不難,不要聽名字 覺得花蘭西一定很難,其實有些東西很簡單 抗鹽殺菌,這個湯很有用 加了芝士,小朋友都會喜歡喝的 首先,我們有牛骨 洋蔥湯的湯底是牛骨 或者牛肉湯底也可以 你不用它,你可以買現成的 網友更容易買得到 或者用... 看看有沒有現成的牛骨湯 沒有,少少洋蔥就可以了 這塊牛骨,我買了14元而已 那當然可以買的 他說沒有刀,就扔不開就成九 然後我們有洋蔥 洋蔥很簡單,很隨意把它分開就可以了 切開就可以了 很隨意很隨意 我們先煮牛肉湯底 先把牛骨出一出水 因為有些牛肉味,湯會香很多 出一出水,很簡單 買牛肉的地方,沒有刀去砍骨 隨便便 我家裡沒有那麼大把刀 所以算了,成條 我們出完水之後 然後我們準備一鍋水 香葉,一塊 然後我們放白胡椒粒 或者黑胡椒粒 都可以的 少許就可以了 把洋蔥放進去 讓它有一點甜味 通常我們做這個湯 底的湯,我們會放洋蔥甘筍 然後呢 滾起它 然後慢火 慢火煮低一半便可以了 這個叫Wight Stop 做法國餐呢 這個是一個底 最基本的湯 要做什麼呢 要做牛肉的菜式 它都會有牛湯 或者雞湯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搞定 煮低一半 我們已經有一個湯 這個湯其實可以做很多 可以做燒骨汁 可以做燒骨汁 然後呢 我們這次煮過了 洋蔥 有兩個很大的洋蔥 少許蒜頭 洋蔥很大 我用小一點的洋蔥 我差不多一碗湯是一個洋蔥 所以很厲害 威力 我們先做的皮 很簡單 我們將它全部切絲 慢慢切 不要急 切到每一條 闊度最好是差不多 炒的時候會容易些 不會有些洞 有些洞 都還沒得 慢慢切 不用急 然後呢 除了白洋蔥之外 你用紅洋蔥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看你方便 你街市哪樣多 哪樣便宜 買哪樣便宜 就可以了 如果你切洋蔥的時候 怕太感動 你可以用保鮮紙 遮住眼睛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有時候會很感動的 切洋蔥的時候 切洋蔥的時候 接著 兩粒蒜頭 壓爛就可以了 皮不要 然後切粒 切碎 很隨意的切幾刀 就搞定了 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因為不會那麼快 下的 我們炒洋蔥炒到差不多 才下的 總之吃下去 不會有夠蒜頭 硬到你的口 這樣就可以了 麻煩大家 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告 一邊幫狗狗 貓貓掃背 廚房呼吸一下 或者一期樓閒下 麻煩 麻煩 接著我們中火起鍋 準備一隻鍋 大小小的 可以炒東西 可以炒兩個洋蔥 我們中火起鍋 燒熱鍋 有少許煙出來 看到了 加些油 加普通的菜油就可以了 我們準備炒洋蔥 燒熱油 燒到油有煙 那些油可以去 搖動一下 那些油上一上鑊邊 這樣就更好了 因為新的鑊 有些東西是要做的 所以一層油鍋 快點厚 厚一點的油鍋 這樣就要用了 不用煩 不需要怎樣保養 接著我們把洋蔥火灑下去 開大火 開大火 那我的火就少了 炒那麼多東西 要開大火 在家的火大 中火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慢慢炒洋蔥 這個漫長的過程 不用擔心 不會炒到天長地久 半個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我們要把洋蔥炒到變黃 還有它的糖分會走出來 那湯就很好喝了 慢慢來 均勻一點 慢慢炒 如果你覺得炒不好 可能有焦的跡象的時候 你可以把火稍微收拾 炒到現在 差不多十多分鐘的時候 你看到開始有點黃 開始軟了 軟了 但還未可以的 還未見到家鄉 這樣繼續 但值得的 很好喝的 現在外面沒有太多人做的了 就是西餐廳 或者花火餐廳 可能都有的 但是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 這麼麻煩 我們家裡 就煮幾碗 那外面 我以前做的事 一煮可能要煮100碗 你想想 要炒多少洋蔥 我們有些特別的設備 鍋肯定很大隻 但是 很麻煩的 炒成100個洋蔥湯的時候 很辛苦 而且炒到洋蔥是每一條 像現在的這個顏色 炒到這樣 洋蔥是會變色的 我以前做洋蔥豬扒 你可以看前段影片 都是這樣的 會變色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蒜頭 即蒜蓉 放進去 這樣就更香了 你會發現炒不動 就像我一樣 可以用筷子 好像炒乾燥鵝 你會發現很像乾燥鵝 其實是洋蔥 炒到這樣 是這樣的顏色 半小時 洋蔥炒完 不是馬上煮湯 你可以放在放冰箱 遲些煮到 沒問題 炒到這樣的顏色 條條都差不多 最好不要有洞 洞 當然不太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放少許牛油 20克左右 牛油貴 20克左右 差不多 這樣會簡單香 還有這個時候 放牛油 是不會焦的 放心 更加香 這個湯其實 很香的 燒鹽殺菌 抗炎 現在這陣子天氣凍 特別容易有這個 感冒 等等 你知道 這些湯就對了 這個時候 小孩子肯喝 我們放少許廚酒之後 我們把剛才的牛油 放進去 就是這樣 把牛油 放進去 若膜 等下 你會看到我應該要放多少 因為我忘記了 塵一塵 有多少 我估計若膜是600ml 左右 這樣就足夠了 我差不多 三碗 慢慢來 就是這樣 顏色是啤啤色 這是標準的顏色 不用擔心 就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很天然 我們在外面看到的 古靈珍貴 那些是加了其他東西 可能加一些老抽 我知道 但我們這些是天然的顏色 然後我們把鹽調味 完成了 試一試味 加鹽就可以了 牛湯已經有香葉 又有黑椒 那些味道很香 有牛肉的香味 那我先把湯放進去 接著一塊麵包 然後我們放兩片芝士 這些是普通的芝士 那些最好你買到的 用咕嚕牙 會更加香 是普通的三文治芝士 咕嚕牙會更好 然後你用火槍 或者你點雪茄 如果有焗爐的話就好 放入焗爐也焗 我們弄溶去 燒到它有些顏色 簡單來說 這樣就香了 小孩子就會很喜歡吃 就是這樣 兩片 三四片都可以 多一點 接著我們搭回少少黑椒水 這樣就會很好香 少少蔥花 當然搭一搭顏色 正式來說 我會用蒜蓉的 但我沒有 那就是蔥花 搞定 很多洋蔥 所以我說一碗湯 一隻洋蔥 沒有誇張 沒有露點 味道很濃 很香 麻煩你還沒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給我讚我 分享給朋友 不要走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接著 我們還有一塊麵包 其實可以用豆子 用多一點 然後燒都可以 但麵包會軟 我喜歡 我們放進去 讓它吸收了湯 這樣吃就特別棒了 就是過節了 又元旦 又聖誕 這個湯就對了 不知道這個湯 能否說得像聖誕前出 但是不知道 搞定 很濃郁的洋蔥湯 還有 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五點半 上片 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三、五、下午五點半 還有每天早上 在社群裡 會重溫以前的片 五百多條 夠看的 夠你看一年 一天看一條 還有呢 有空可以看看 我播放清單 我把所有菜式都分類了 希望大家喜歡 抗鹽殺 滾洋蔥湯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